如果妳真的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清 有一些子溶性 妳真的用一點肥皂水 但是我真的不建議用太多清潔劑 因為有時候清潔劑反而是造成 室內空污的一個很大的來源 但是我覺得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PM2.5不是只會從鼻子吸進去 現在很多小朋友 他反而在PM2.5比較嚴重期間 他有另外一個症狀 就是揉眼睛 真的 因為之前有一間醫院 有一個醫生說他不離譜 他在那個PM2.5很嚴重期間 他門診來很多小朋友 揉到那個角膜都破皮 而且他都覺得快掀起來 好可怕 因為他那個 因為我們鼻子這邊還可以用口罩 可是眼睛 眼鏡不能防止他接觸 可以給他目鏡 對 然後結果他就說 他那個就是因為 他直接碰觸到眼睛的黏膜 然後就開始過敏反應 然後他癢到整個 那個揉到都眼角膜破皮 然後他說有一個很嚴重到 都快掀起來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可以允許 這樣子過敏的小孩子 不是 就是減少他在戶外暴露的時限 接觸 所以這個又要呼籲相關單位 你看 這其實你說 這PM2.5的指數到了七十八十 只爆到不行了對不對 可是 規定停止上班商品要兩三百 對啊 這怎麼會符合現在這種 有些人還要上體育課咧 對啊 你這根本 全都吸到肺裡面 要再想一想 真的 好 那麼當然你講到這個污染的部分 我們也想到最近的食事還有一則 就是說 他說我們那個福災 福島福災的食品 它是要開放進口到台灣 當然大家就開始在爭議性 好可怕 很擔心那個食材 那個是那麼輻射就污染在裡面 我到這裡來 我一吃我就嚇肚了會怕 所以如果受到了輻射污染的食物 我們檢測得出來嗎 其實現在的一些檢測 就已經都是很完善 那其實我們的原能會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檢測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它要去抽驗它 那我們國內好像現在 已經都有一些定期的抽驗 那大家不要認為說 用一些很簡單的儀器就可以檢驗 那有時候有一些簡單的儀器 容易造成誤差 本來容易遇到那個恐慌 所以呢 這個其實我們的這些檢驗 原能會的檢驗是可以做到的 但問題是吃下這些污染過的食物 到底對健康有什麼樣的傷害 可是畢竟我們也很常去日本玩 對不對 什麼去日本玩 不是也都吃日本的東西 怎麼可能不吃它的干貝 不吃它的什麼 對 就會覺得 那到底吃下這些東西 對健康的傷害是什麼 其實大家對輻射的害怕 一般來說其實輻射的傷害 不能做急性期或慢性期 一般來說這個 這些膚色食物對我們身體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叫急性期的傷害 它是一種慢性的累積 可是我們常說 膚色它最可怕的地方 會造成我們很多 細胞的變性 然後它會造成很多的傷害 包括我們皮膚 眼睛 假狀腺都會受傷害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們 其實任何醫界對輻射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比一般人更覺得產生害怕 對 我們常說我們每天有那麼多毒物 你說我們一天可能吃了100種毒物 可是很多從A到B的時候 你這樣吃的話 它不一定有交互作用 它不一定會累積也不一定 可是你知道輻射本身 它最大的傷害是 它吃進去會累積 因為輻射它的半摔期 如果沒到的話 它就那麼大的傷害 所以你可能今天吃一點點 明天吃一點 可能一段時間下來 對身體的傷害 包括你的免疫會受影響 你的造血細胞會受影響 你的腸胃道會受影響 你的皮膚會受影響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醫護人員聽到輻射這個東西 如果一產生汙染的話 我們就告訴大家 基本上這些東西 真的都不要碰 不要吃 否則對你的身體的傷害 而且是你沒有辦法用很多方式 去把它排掉它 真的 沒有解藥就對了 那你剛剛說 除非過了半摔期 半摔期是大概多久 基本上看不同的方式的物質 對 對 基本上最近它有討論一些的話 它可能半摔期30年 有人半摔期是 好久喔 對 30年 太久了 對 它最近流行是什麼 4R137的話 它可能就是要這麼久的時間 就是很可怕在這邊的地方 因為都對於放射性物質 從最早以前發現 玩什麼U235 布239可以拿來做什麼 做原子彈 那其實其他任何很多東西 它就有放射線 那放射線它本身那是個能量 它是屬於游離輻射 它在我們膝胞裡面一些 DNA產生變性 那尤其在我們身體裡面 那個轉換率越快的細胞 它受到傷害最大 所以說在急性傷害裡面 包括胃腫膜會受傷害 包括我們造型的細胞會受傷害 醫護會受傷害 甚至眼睛的話 那個角膜那麼也都會受到傷害 所以輻射真的還是有分 這個嚴重不嚴重 因為我們就在想說 奇怪 大家怕成這樣 當我們去醫院做健康檢查 你像有一些什麼 電腦斷層 對 自動共振 是啊 它不是說也有輻射嗎 可是又整天很多人都在做檢查 在照 醫護人員在那邊 在照顧對不對 所以它那個其實是差很多的 應該這麼說 我們一個人能夠接受到 這些輻射的曝射量 醫護會有個設計說 我們一年可以接受多少的單位 一般它是叫做 毫希弗為單位 我們一個人 如果你去照X光 我們一般來說 你一年能夠照到X光的量 大概差不多是在50張左右 其實50張量基本上 其實一般人不太會照到 就像你做一個電腦斷層 也可能只有二三十張 基本上這是我們可容許範圍 可是問題是在於 我們在背景上 以後所謂天然的輻射 所以才會說 這些東西是我們每天 已經要遇到的 所以你常常坐飛機在高空上面 你往返三萬六千公尺高空 你要坐下來 你可能的劑量也會到那一點 可是剛才有提到說 你已經可能在那個邊緣子 又吃到這些東西 還有輻射無號 它可能就達到一定的量之後 超過一個毫希弗 可能會叫做身體的傷害 所以說為什麼這個的累積 它麻煩是在 它會慢慢累積 而且你本身排不掉 所以它的傷害是 當你達到那個累積量的時候 你身體就產生傷害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這些進口萬一 一直說萬一 它真的有輻射污染 到我們吃下去 它就會累積了 對 慢慢就累積 那有沒有什麼食物 它可能比較容易受到輻射污染的呢 其實一般來講 大概如果在急性期 就比如說 剛那時候三一的時候 剛發生的時候 其實是一些 大葉子蔬菜 大葉 對 大葉子蔬菜 但是這個現在 海帶也會比較容易 因為它有吸附這個環境中 這個發射的那個 但是坦白講 現在有一些東西是比較擔心的 就是水產嘛 然後過去抽驗比較長 比較不合格的 就是水產 然後菇類還有茶葉 那這些野生的東西 有的就沒有這個監測 會比較擔心 還有茶葉 茶葉會 水產的話 只要在水裡面任何魚蝦花生 小新魚比較OK 那是兩個殼的貝類 會比較擔心 那是